拍卖收藏有诀窍 陈肖请您看拍宝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拍宝节目 那么拍宝节目是由市真拍卖 特约博影 好 那么在周末的晚上 拍宝节目又开始了 为您带来知识 更带来快乐 那么今天请来的这位鉴赏家 应该说有几年没来过拍宝节目 有四年吧 四年 那么主要是呢 他出去的早 我们回来的晚 这四年呢 不得拜了街坊 我要在这隆重推出 那是著名的木器杂项 鉴赏家冯朗全老师 好长时间没来拍宝了 然后有四年没有见观众们了 这次来讲通过陈老师来邀请上来 给大家普及一些家具上面的知识 感谢冯老师今天为大家伙 要鉴赏这个古董艺术品 提起冯老师 可能业内人更了解 对对对 那么他的品牌叫大观塘 我觉得在整个的艺术品的收藏圈子 那都是赫赫有名 好 那么咱们今天看看有什么好的宝物出现 冯老师呢 又能对这些古器物 有什么样的精彩的讲解 但是还是别着急 咱们老规矩 您没忘吧 门头有一位 李然李半章 对 那也是一肚子学问那个 先给大家伙啊 要长眼八怪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又和您见面了 这个大爷您好啊 您好 您还这么的亮丽 欢迎您啊 这大爷从什么地来啊 宽敏了 远到而来 这是您带来的呀 一路都是您自个儿抱着过来的 那大爷身体够棒的 这是我看啊 这是您家传的是一件家具是不是 是 就是老家收藏的 老家收藏的 也过去是老辈人家里用的 后来呢 家里头也装修也换新家具了 但是这个呢 咱就没把它处理了 对对对 因为这个呢 寄托这一份啊 这个家里面对老人的情感 二一个呢 咱也知道现在有好多 您比如说 老辈传下来的那些个木质家具啊 有的那木材呀 实际上材料都是非常名贵的 价值也非常的高 今天呢 您打昆明呢 自个儿抱着到这来呢 主要就是想看看 这是年代 什么时候的 对 材质呢 到底是什么木材 真贵不真贵 是吧 真好 这一看就是个老的呀 您比方说 甭管什么东西 不光是说这个木系 瓷器 玉器 还有什么书画 长久在自然界当中 它会和空气产生一种氧化 然后呢 形成表面上的 这么一种物质吧 我们称之为这个皮壳 这是我们行业术语 您这个包疆皮壳呢 都非常的 自然 生动 一看呢 这就是自然形成的 并不是做就是做上去的 乍一看呀 一看您这个大小啊 宽窄呀 一看这造型啊 都以为是个箱子呢 实际上不是 您这个是个柜子 您看没有 这前头这是开门 这是一个顶柜 咱们在故宫里能看到 您比如说有那个万立柜 那大柜子 它底下呢 是一个主体结构 在顶上呢 它还有个顶柜 这个就是上面那个顶柜 为什么管这个叫柜子呢 其实您看这是挺有意思的 中国呀和外国呀 这事它拧 过去老叫什么大批箱 二批箱嘛 管上开门的叫箱子 管这个呢 两边开门的呢 一般我们都叫柜子 但是呢您看 外国呀 跟叫法不一样 您看这冰箱 冰箱呢就是这么开门的 可是它叫箱子 这冰柜呢 是上开门的 反而呢 要让咱中国这上开门 应该叫箱子 它反而叫冰柜 我说您能听懂吗 能听懂 不是我说的还算明白 是吧 明白 所以这中国和外国呀 对这个开门啊 它这个称谓呀 它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过您呢 这个咱看了啊 这柜子挺好 是个老的 木材呢 咱看呢 这应该就是红木 老红木 年代呢 大概就是清代 晚清时期吧 价格呢 三五万块钱吧 好不好 不知道能不能得到您的满意 没关系 这个里面 我们还有一位专家 到时候再给您具体的看看 好吧 来一红包 哎呦 好 好的 谢谢 好 我们欢迎第一位持宝人 您这个肯定是 以前是模特 要不就演员 我觉得形象特别好 这大姐 是吧 穿着也时尚 就是您带这个 这个藏品啊 有点古色古香 这是从云南带过来的吗 对 我天呐 感谢您啊 为了我们拍宝节目 从云南搬一大幕箱子来了 特别高兴的大姐 那咱们听听冯老师给您 说说这个箱子讲解一下 好吗 家里留的看来是 这个 不是个箱子 这应该是一个叫做顶箱柜 顶箱柜 的上面 北方人呢 基本叫四间柜 四间柜 它应该四个 就是底下还一个 还一个大一点的 这个是在上面的 上面的层 架到那个大柜子上的 上的一个顶箱 现在呢 你这如果是大号的来讲 说是两米多高那种的 大家呢 现在为了那个做生意啊 嗯 说是潮符柜 潮符柜 对 就以前所谓的割潮符 对 实际呢 是放棉被什么东西 放衣服 放一些杂件的 然后呢 你这个东西呢 是柴木的 柴木的 柴木同时呢 应该是核桃木的 不是 虽然您从云南来 嗯 这东西肯定不是云南的 哦 不是云南的 肯定 肯定是北方 而且是应该就是 河南河北左右 现在很多就是 在家具类来讲 很多收藏家呢 只种是木材 嗯 而不种是它的铜件 实际你这个铜件 很明显 就是北方的铜件 嗯 它白铜吗 不是黄铜 黄铜呢 我没看 如果是白铜来讲 它年纪可能就更好一点点 就更早了 对 黄铜可能偏晚一点点 那白铜一般是什么年代 比如这种铜件 经常用到的 呃 应该是清早期比较多 清早期多一些 多一些 而且呢 北方用的山西陕西 用白铜多一点点 呃 江浙一带来讲 相对白铜用的少一点 少一点 那么用到黄铜的时候 大概是什么时候了 乾隆以后用的黄铜 比较多一点点 就是清中期以后 对 是吧 对 清中期比较多一点 嗯 然后在现在修本我来讲 那基本的 他们拿那些脸盆啊 残的脸盆啊 去搅 搅完 配回去 哦 就古代那种洗手盆 但是实际 我就是在通过这节目呢 也就叫所有的木器收藏家 一定要重视铜箭 嗯 为什么铜箭一个是一个 断带的一个借鉴 嗯 另外一个问题呢 是区域 嗯 因为很多地区 你气形来讲 可能比较雷同 但是铜箭来讲呢 是比较容易 鉴别是哪个区域 那云南用什么铜箭 它也得有家具呀 比如说 啊 云南来讲呢 实际它是少数民族来讲 更多一些 更多一点 然后等于他们的工具来讲 相对比较弱一点点 每个地区都不一样 用的工具 你包括来讲 就是雕花来讲 嗯 来讲 你说很多说 东阳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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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东阳宫 实际在 在我们这领域来讲 就是 它可能花鸟 鱼虫 可能雕得非常好 嗯 但实际 例如我说刀马人人物来讲 人物雕刻肯定是潮州或福建 莆田地区 他们的工具的用法都不一样 不一样 嗯 那么像这个箱子就应该是一个小顶箱柜的 呃 顶箱吗 这个 看这尺寸小点感觉 这个东西应该是炕上的顶箱柜 嗯 因为它的尺寸放在这 这尺寸放在这 应该差不多在一米六左右 就是整体一米六吗 对 就还是底下这柜的一米六 整体一米六 加上这个才一米六 对对 一米六高 对 那是成对的吗 像这种 这一定是成对 也是成对的 对 它这个 这个顶箱柜 你这四分之一就算是吧 嗯 顶箱柜 就柜类来讲 跟椅类来讲呢 就早期呢 呃 这个东西比较好 大家都认为 尤其做种顶箱的 也是大户人家 嗯 但是它会分支 对吧 就是一直分家分家分家 对 啊 就好像椅子 那我们先坐的圈椅 嗯 一般来讲 可能在家里应该是八把 嗯 那几兄弟分分分 分家 分的分的分的一把 哦 这个顶箱柜也是 比如一对 两家分 两家分再分就分开了 哦 基本是这种情况 哦 怎么鉴别方角柜跟顶箱柜呢 你说说 你们拿手去摸上面 嗯 摸底下这个大的 嗯 柜子 嗯 平的 嗯 就好像现在你这个上面顶上面的平面 嗯 它就是方角柜 如果你摸它是凹下去的 那它上面是一定是有顶箱的 有顶箱的 对 就是底下那个柜子的平面 对 跟观众们普及一下 就是说你一手一摸 大家就知道了 那是方角柜之前呢 还是顶箱柜之前呢 那肯定是顶箱柜之前 你从用材用料来讲 来讲 它比较大气 嗯 那这一件啊 是核桑柜的 那么顶箱柜的 上面这箱子 年代呢 年代这个清中晚期 清代中晚期 首先从从铜件来讲 已经可以看出来 能证明了 嗯 它这个其实啊 分家分了很长时间了 至少分了大几十年了 嗯 因为你看这箱子底下 它已经有腐蚀的感觉 就没搁到底下那箱了 对 就这个 它跟底下这个箱子 已经分了很长时间了 分了很长时间了 就柜子 那您说像这么一个 所谓的顶箱柜的 一部分哈 嗯 核桑木的 清代中晚期的 有什么样的市场价值呢 就如果你是一个下装 那可能会 就底下 更好一点点 上装来讲呢 首先原材料相对 会弱了一点点 如果是祖上留下来来讲 就可能是一个 怀旧的情节吧 你说价值来讲呢 三四千块钱 三四千 因为它是清代的 这个核桑木的 这么一个木器 我们给您双份的 保物奖励基金 好吗 啊 您这要运回 这个可能 云南的快递费也不便宜 背着 也挺累的 好 感谢您啊 祝贺 那我们再请教一下 冯老师啊 咱们都知道黄花梨的顶箱大柜 对吧 如果是一对老的 晚明清初的黄花梨的顶箱大柜 现在市场价格 全就全套的啊 能到什么 跟大家说点秘密吧 反正是 保利那个 那对雕凤文那个 那对顶箱柜 拍了九千五 百万 九千五百万 后来呢 后来呢 私人后来又转让了一次 到一亿三 头段时间有一对 雕龙文的黄花梨顶箱大柜 应该四年前吧 四年前 四年前 那就市场价格都在一个亿以上了 对 可以这么来评估吧 对 这就是黄花梨顶上大柜的市场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成服务 扫描屏幕二维码 进入线上拍宝小程序 还可以打开微信 在最下方功能键 发现中点击小程序 或搜一搜 输入拍宝点击进入 就可以随时随地跟专家互动 拼客鉴定淘宝物 还可以参加藏品征集 有奖问答等 各种拍宝活动 轻松扫一扫 惊喜真不少 贤弟您好啊 您好您好林老师 这个真漂亮啊 您看看 红通通的 这非物质文化遗产吧 这算是遗产了 我知道咱们北京啊 不是有一个这个 咱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 捐花吗 哎呀我那个捐花 我可看过 那真是栩栩如生啊 就是里面那个土啊 做的都非常的生动 形象 那跟那个土一样啊 我上手一摸呀 那感觉也跟那个土似的 后来人家那位 可不就是土吗 我说您这土怎么做的这么像 那就是土啊 这我看您这也是 这不是捐花 这是什么呀 这个肯定不是捐花 这个我得说实话呀 今天李老师能见到这片花 属实是不易啊 我是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您瞧就拖您福了 是怎么回事呢 我母亲呢 就是特别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 明白明白 老人家呀都喜欢这个是吧 植物园艺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母亲的养什么花 什么死 这就是个问题呀 后来养仙人壤都死了 后来咱们中国有句老话 是我母亲说的 还是谁说的我就不知道了 他说家里边不养姑娘啊 这花就容易死 他赖我 可是他赖我呀 后来呢 我媳妇啊 也不知道从哪就捣腾出来 这么一盆花 哦 不就摆在家里边了 结果呢 结果啊 就来了朋友了 嗯 来了朋友一看 哎呦您这花可真不错 啊 太好了 您这花啊 可值点钱 这值好几万呢 后来我妈一听 这血压疼就上来了 高兴的 吓得 吓得 激动了 找人一打听啊 说这花是多少钱呢 人家说值 好几万呢 哦 少数也得两万块钱 我妈一听坏菜料 嗯嗯 怎么办 啊 仙人掌都死了 养坡花 万一死了怎么整 明白了 两三万没了 这个过去啊 中国有句老话说的好 是吧 这个叫做 家有万贯 活物不算 就说你家里头说有多少钱 但是我这 啊 养的这小狗名贵 养的小猫名贵 值个好几十万上百万的 这不算 一会儿死了呢 都不是你的了 其实花呢 也是这个道理 啊 那那这大妈怎么办呢 啊 她老看咱们这个拍某节目嘛 啊 说咱这专家啥都懂 什么都能看 我们这专家对园艺方面的事儿啊 她也不见得就能能怎样 反正我母亲对咱们这个节目是很吃迷的 她认为咱这专家特别厉害 不是 您这是不是应该找农科院啊什么 联系联系她嘛 她信不着 就还非得让我们这专家给看看 是别人他信不着啊 特意让我给报来的 哦 那看看什么意思 就是看看是不是值两万 对主要是 要真是说值两万呢 然后人家端着这盆花 人家再上农科院想办法去 如果要不值两万呢 那我也不能告诉她呀 也不能告诉她 这不是咱们 这个我看 卑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艺品 这是 这肯定是真的这个 真的业子呀 肯定是真的业子 呦 但是具体什么情况 我看这意思咱俩好像谁也不懂 这不是红业吗 红业呀 是吧 是 漫山遍野 这不是红业吗 过去 咱们不是有那首诗吗 哪首诗 叫红业 双业 红鱼二月花 行车作爱 封门晚 不辞长作 领男人 你好像被窜了 你好像 反正 反正大概其实这意思吧 对对对 是吧 哦 而且这个 我觉得好在哪啊 因为您知道 我们收藏里面 有这么一个说法 叫做大器小作 这个大器小作的东西 一般都比较珍贵 您这个也是 您想啊 咱们自然界当中 是吧 这属于这个黄炉啊 黄炉就是红业嘛 那个黄炉树 那都得多了大个啊 哎 您这个黄炉树就这么点 首先呢 从它这个大小个头上来讲 它就珍贵 珍贵 二一个呢 您看开放的多好啊 是吧 满树的红叶呀 证明它这个品种也好啊 说明它这个鹿粉高啊 个小鹿粉高 然后呢 哎 又能够开放的这么 这应该叫什么呀 绽放啊 就证明 它这个品种也好 底下这苔藓也好 这苔藓啊 其实我们玩盆景啊 好多人还专门玩这苔藓 这苔藓在北方啊 可是不好弄 北方它比较干燥 这南方养苔藓 这是一种假号 所以你看 哎 苔藓我一摸 这还不是说拿什么绿塑料啊 什么的 哎 假装啊 仿照那个真实苔藓 说做上去的 这一摸还真是真苔藓 当然这肯定它不是我们 说这个拍宝节目 那个收藏意义上的那种 珍贵的 您比方说 瓷器呀 玉器呀 或者是杂像啊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从 从植物学这个角度来讲啊 这个都很珍贵 哎 要说是两万块钱啊 我觉得也差不多啊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意见 这个我觉得很好啊 摆着啊 而且呢 中国人又特别喜欢红颜色嘛 对对对 红红火火的 对 是不是 哎 无论是说他这个寓意呀 从他的这个路份呀 包括从他现在这个养殖的这个状态来讲啊 方方面面 应该说都很完美 所以我认为呢 说是两万块钱呀 一点不为过 好不好 好 这个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好 像您应该表示祝贺 好 这个得注意营养 对对对 是吧 一会我得找这专家问问 是是 什么植物生长跟人一样 是吧 你得获取营养 看看哥们有那个羊汤啊 熬点那个羊肚汤啊什么的 然后还有什么乌鱼胆汤啊 这都是我爱喝的 你都给他教点 他长得就好 好不好 行给您来一个红包 哎呦 谢谢您 欢迎您再来 好嘞好嘞好嘞 来你好 这辛苦了辛苦了 来我帮你垫上 别把 一些两位专家 别客气 别把我们这青金石的桌子给弄坏了 漂亮 很漂亮 你看 这两位专家就比刚才李半章就强 是吗 不是青叶这个土 就是起范 我都怕把我这叶子给打掉了 听这口音您是来自东北 东北 东北什么地儿 黑龙江大庆 嘿 好地方 好地方 产油啊那地儿 产油啊 多少钱买的呢 三万块钱 一开始我母亲不知道 啊 后来来串亲戚的看住了 啊 然后跟我妈说这不便宜 我妈一打听 三万 我媳妇说了 这一说血压就上来了吗 哦 这东西到底真真值三万假值三万的别让人跟我媳妇忽悠了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联想的啊 如果老太太这样也亚不活的话 这三万块钱可不就损失了吗 是不是 所以说来咱们节目了吗 我母亲愿意看咱们这个节目 哦 谢谢 咱是专家呀 什么都懂 冯老师 冯平冠冠 家具木器 盆景也是冯老师的内豪 特长 是吧 没错 受累吧 不受累 不受累 真挺好看的 这是 这什么活 咱们真不懂这个 这算盆景 这算什么植物 这是真的呀 这这台写这都是真的 我知道 这能摸 这个 可以摸 别像李然那么使劲捏就行 这个呢 实际是一颗枫树 应该不是国内的盆景 这是应该 国际的盆景 国际盆景 应该是 整个技法来讲 应该是一个颗日本盆景 您太太三万块钱买便宜多了 我告诉你 这个盆景呢 是应该最顶级的枫树 叫初星星 这品种是吗 这品种叫初星星 初星星 为什么叫初星星呢 就是它永远是红色的 大家的理解风树来讲 就是秋天 对 才会红叶嘛 对才会红叶 你看它这页面啊 都是跟这有个吊的 你看它这页面 全部都跟星星似的 这三万 这个算 这个算三百 这个星星 哦 这么叫红 叫什么初星星 对 然后枫树呢 最贵的就是这种 这种全红的啊 就是它 它常年四季都是红的 嗯 还有情况呢 就是大家如果参加展览会 见到枫树的时候 说哎 我要赶着说 要变成红色的 嗯 那就是把叶子 全部摘掉 它自己出来的时候 长出来的时候 嗯 全是红色的 慢慢才会变成绿 没听懂 就是它还能变成绿色 不是 就是不是这个品种的风素 哦 不是这个品种 就比如说大家去说 香山看红叶 对 那如果说那棵树 想它变成红 那你就 你夏天的时候 把它叶子都摘掉 它再发芽再出来的时候 就是红色的 就是红色的 对 基本的是红色的 大部分风树是这样的 嗯 比如这 为什么说这棵树 有点像日本的呢 嗯 因为日本的盆景 用的盆啊 盆 比较矮 国内的一些盆景来讲呢 盆在前面 嗯 井在后边 嗯 井实际是说这棵树的问题 实际盆很关键 就是盆跟树的比例 嗯 特别关键 国内有一些盆景来讲呢 就是相对 它比例会弱一点点 那为什么会弱一点点呢 大家为了养护 那说我浇一次水 嗯 然后水都在里边 大家可以好一点 像这种日本盆景来讲呢 就是你浇水每天都要浇 它基本这盆里边不存多少水 它都全部渗透下去 那是浇透了的吗 按说 要浇透一定浇透 每天浇透的 每天浇透 但是它不存于水 这一天可能应该是浇两到三次左右 哇 那高麻烦 实际包括这个盆景来讲呢 就是你浇 就今天下雨 比如我们下雨来讲 说我们今天浇不浇水 国内的 外头下雨 那屋里头这浇不浇水 就不是 外边下雨 外边 不 这个盆景也在外边 也发外头 国内很多人呢 就说这个问题 说今天下雨 我就不浇 这颗盆景就不用浇水了 但实际呢 在盆景整个操作来讲 也要浇水 你不知道这个雨量大小 你是不是把这颗盆景浇透了 所有很多玩盆景的人 大家都不知道 说今天下雨 我就懒一点 就不用浇了 所以专业来讲 是每天 为什么一上来 我谈一谈 就是里边水分够不够 如果干了 是啪啪声 包括刚才看家具 是你们有时候 要谈一谈家具 你谈到啪啪声的时候呢 它可能是贴皮 或者包厢的 它有石木的 盆景也是 你谈一谈来讲 你就看到 它里面含水 对 含水量 就是你有经验的人 大家都知道 而且大家看盆景 很多爱好盆景的人 就只是这么看 实际 应该看盆景 专业人是要这么看 看底下的所有枝条 看这些 这些位置 整棵树的 整个形状 那就以小见大呗 对 所以你站在这大树 真树底 就是大家普及一下 这是就 这么心上 先看底下 整棵树的 整个情况 这棵盆景来讲 它已经 枝叶已经冒出来了 冒出来 你以后 很多细节是看不见的 只能你看底下 才能看得出来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你秋天 最后冬天看 叶子全落了 那你看得清清楚楚 这种会落 落叶是吧 也会落叶 也会落叶 风树肯定是落叶 而且你算养得非常好的 没落过 刚买回来 刚买的 对 讲心里话 我们就是不是专业人士 就是你不是玩盆景 或收藏盆景 十年以上人 我不都不建议大家去养它 那麻烦了 老太太这别给养 又养回去了 又养回去了 这是个问题 风树呢 实际来讲北方人很喜欢 也很多盆景爱好者也特别喜欢收藏 也喜欢买这东西 但是它的养护 不好养 在现在国内的不是专业人士非常难养 尤其它夏天 为什么 它这个 这个页面非常嫩 刚才我拿下 你看看 这非常嫩 就是它温度超过28度之后 你要放在太阳地下来 两小时就全部晒焦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 这是养在户外的 不是养在屋底的吗 在屋底看景的 不是 养在户外的 实际 空气水阳光 植物的三要素都在这 对吧 你必须要在室外 基本这个东西来讲 就是你可以在室外 一段时间 放在屋里面 差不多不能超过三到三天左右 如果松摆 不能超过七天 你超过七天就没有阳光 这棵树没有养分了 对吧 大家都说 晒太阳还补盖 那树呢 对吧 光合作用必须要的 哦 还是喝到户外 但是枫树这个东西 包括羽毛枫一些东西来讲 它是盆景类来讲 它的页面比较不像大树 它比较嫩 不是说你有特别有经验的人 很难养好这东西 这个树能长成大树吗 我先问问这问题 基本长不了了 因为整个枝条来讲 已经压抑着 它这棵盆景来讲 至少有二十多年 对 就才长这么高 对 盆景以后大家记得一个很关键点 嗯 很多人说 哎 这棵盆景多少年 嗯 实际有两个特别关键 特别关键的 第一个是树林 看这个皮跟着树 什么下一期节目怎么说 这个树林怎么看 好 但是我告诉大家 最关键的是盆林 盆景盆景 嗯 现在很多很多很多爱好盆景的人都说 哎 我这棵树多少年多少年 这是不对的 盆林是最重要的 一棵盆景在盆里边 就是说 不能我们从山上采棵树 嗯 放到盆里边 嗯 三两年之后就叫盆景 就是说 哎 我买了两三棵盆景回去 然后就 越痒越弱 越痒越弱 实际 很简单 你从山上一个山的环境 放到盆里边 这棵树还在盆里边都没有适应 他就给销售给收藏家了 或者销售 爱好 自己都 就是他没有适应整个盆里边的环境 他就给一个业余人士 那很容易越痒越弱 所以就变成 哎 我不买了 因为就说 我都养不活他 讲白了一个问题 哎呦 这盆景的知识也是很 所以盆林很重要 就是他 一个是他的形 嗯 整个比例 嗯 他的在盆里边的盆林 嗯 特别重要 就以后大家爱玩盆景的人 一定就是说 你收藏盆景 或者买盆景 你一定要问一句 盆林多少年 嗯 很重要 这是专业的问题 反正这盆景的问题啊 我看一期节目也说不完 下回咱们请佛老师来啊 要不您带一盆景 再给大家讲讲 讲一下别的品种 行行 今天这小伙子的问题 咱先回答到这 反正我听出一个事来 就是这个不是专业人啊 可能真不太好养 明白了 您这回见咱多么多么 这种办法 反正在这个 陈老师这个节目来讲呢 就是讲点实话 尽量来讲 不专业来讲 不要去养风树 在北方不要养 难伺候啊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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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这个 出星星这个东西来讲 它日本是海洋性气候 哦 海洋性气候来讲 它湿润一点点 它不像咱们北方 干燥 对 比较干燥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咱们的夏天 就暴晒 这些东西一暴晒就 像这个在日本来讲 上面都是有遮阴的 就在室外也是有遮阴的 这真得按这个 就咱们平常说的话 得伺候这个 对 这伺候这盆景 这不是说光简单普通养 那我想问问 你刚才上台说 三万块钱 这还买便宜了 买便宜 买便宜 真便宜 这个 这个 这个如果比这小一倍来讲 在日本差不多就三万 这颗东西应该是在十万以上 啊 你们先别高兴啊 这减漏 你可能算减一漏 但是有一问题 养不活也 这三万也扔了 就是这问题 但是确确实实我刚才听了听 这不是一般这个爱好者能养的 这得是专业人士 甭看值十万块钱 养不活 这三万也没有 是怎么给他 是让一个名门人养去 这您自己选择吧 把咱这知识知道了 怎么大概去养也明白了 就得照顾他 每天交嘴 每天伺候他 但是真好 这叫出行星的 对 枫叶 对 二十多年的时间 特定有给红包吧 因为这个 一小见大 真漂亮 这盆景 养到现在真不容易 好 祝贺您 这个 别按老太的哑了 我这先劝您 行行行 我回家跟我母亲 伤得上来 伤得上来 对 琢磨琢磨吧 这是一技术活这个 好 祝贺慢点 拍宝栏目 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 扫描屏幕二维码 进入线上 拍宝小程序 还可以打开微信 在最下方功能键 发现中 点击小程序 或搜一搜 输入拍宝 点击进入 就可以随时随地 跟专家互动 拼客 鉴定 淘宝物 还可以参加 藏品征集 有奖问答等 各种拍宝活动 轻松扫一扫 惊喜 真不少 好 今天请冯老师 来到拍宝节目 咱们看到了 好多 有意思的藏品 包括那颗叫什么 红星星 不是 初星星 初星星 初星星的 这枫叶树 想了很多的知识 好 那么感谢冯老师 那么拍宝节目 在每个周末的晚上 带来知识 带来快乐 带来更多的藏品 那么首播时间 您肯定最近没来 不知道 我跟您说吧 每周六日晚上的 8点40分 咱们感谢冯老师 下期拍宝节